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就在人们还在为巴黎恐怖袭击受害者悼念的时候 欧洲面临的另一个难题被再次提上了日程 那就是难民危机 今年有数十万的中东及非洲难民经由地中海进入了欧洲 他们逃离家园的原因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的目的地却都很明确 然而难民的涌入让欧洲不堪重负 除了德国起初是敞开大门表示欢迎外 其他欧洲国家对这股难民潮并不怎么买账 面对还在持续的难民输入 欧洲要如何才能够找到彼此的平衡点 难民又该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今天请来了新华社曾经常驻中东总分社的记者许阳 来后面一起聊聊难民的去与留 许阳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本月11号欧洲岛国马尔他首都召开了瓦莱塔难民峰会 欧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非盟等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 聚首瓦莱塔讨论如何应对欧洲二战后最大难民潮的根源问题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此次峰会的具体情况 本次峰会就解决难民问题根源 鼓励合法移民 保护难民权益 打击人口贩运 难民遣送和安置等五大方面议题进行磋商 其中加大经济难民的遣返力度 是欧盟应对本轮难民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强调 非法移民应被快速有效的遣返 为使非洲国家配合接收被遣返的难民 欧盟委员会计划向难民来源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根据会议主办方介绍 峰会期间签署的欧盟对非紧急信托基金 将作为解决当前难民危机的措施之一 我们必须要看待在会议题 在会议题中的会议题 为鼓励非洲国家民众合法移民欧洲 峰会还将探讨拓展渠道 包括对非洲国家职业资格和学历的承认和对接 特别是就增加享受欧盟伊拉斯莫计划奖学金的学生 和学术人员资助名额搭成一致 12号瓦雷塔难民峰会闭幕会议期间 欧盟决定成立非洲紧急信托基金 并将从其预算和欧洲发展基金中 拿出18亿欧元划入这一基金 同时寻求28个成员国为该基金注资 目前成员国同意注资的总额已达8120万欧元 本次峰会通过了瓦雷塔行动计划 其中包括16项拟于2016年底前优先实施的行动方案 同时为了缓解非洲方面在处理和解决难民问题上的需求 欧盟决定成立非洲紧急信托基金 然而这一做法能否从根源上解决欧洲难民问题 帮助非洲减少战乱冲突降低贫困 目前仍是一个位置数 欧盟表示非洲紧急信托基金将广泛覆盖 在非洲复欧移民路线上的国家 包括萨赫勒地区 扎德湖地区和非洲之脚等地区国家 基金主要目的是促进非洲经济发展 增加当地就业和改善安全局势等 以应对引起地区不稳定 民众被迫迁徙和非法移民的根源问题 当天欧盟还发布瓦雷塔行动计划 计划明年把非洲复欧学者和留学生奖金名额增加一倍 同时加大打击人口走私 并为非洲合法移民提供更便捷条件等 今年4月 来自利比亚等非洲地区的大量难民 经地中海前往欧洲大陆 难民危机引发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 欧盟决定11月举行瓦雷塔峰会 和非洲国家就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加强全方位政治协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短片也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次峰会的一些情况 也知道现在大致难民潮整体的一个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也都知道难民潮其实到现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你看欧洲也在努力 包括此次峰会也在讨论这样的话题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真正成效吗 我们看到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 欧洲国家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们如果讲到它的成效 恐怕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想欧洲各个国家之间 他们首先对于难民潮的这个问题 他们考虑的第一的要素是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希腊 那么尽管欧盟是提出了一个 对难民的这么一个 我们一同来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一种设想 但是希腊我们知道 它经历着严重的这个债务危机 就在几个月前 人们还在讨论 希腊有没有可能退出欧盟 有没有可能退出欧元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希腊就和欧盟区 尤其是欧盟区比较重要的 像德国这种国家之间 他们在经济上 政治上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那么虽然说现在 希腊这个新的政府 已经和欧盟达成了一个协议 但是这种协议 并不是说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而是大家互相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不得不去妥协 所产生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那现在面临着欧洲的难民潮 希腊显然和欧盟也不可能 完全是一条心的去配合 再加上我们知道 希腊地处的位置也非常特殊 那么它的东面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 伊斯兰世界一个比较和平 稳定发达的这么一个国家 许多难民都通过 土耳其作为一个跳板来进入欧洲 而且土耳其和叙利亚也是接壤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希腊作为一个难民的输入国 它实际上是首当其冲的 那么它的难民数量也非常多 再加上它的这种经济上 所出现的这种问题 自然无法在这种难民潮的情况下 尽全力地去帮助难民 所以希腊针对难民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 就是让难民进来以后 那么尽快地把难民送到别的国家去 这是希腊的这么一个想法 抱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南欧的像西班牙和意大利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也不太好 前几年 那么最近可能强一些 但是和希腊也抱有同样的这种想法 那么我们再看 除了希腊以外 希腊往北是马其顿 马其顿往北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往北是匈牙利 匈牙利往西是奥地利 那么这就相当于进入了欧洲腹地 在匈牙利的西边就是德法了 那么难民他就是走这样一条路线 所以我们看这一条线上的国家 从奥地利再往前 全都是当年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国 或者说在冷战时期 受到苏联控制的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 它的经济实力和西欧国家 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即便到现在也是相对比较落后 那么他们也在经济上 无法承担更多的难民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作为一个通道 那么让难民迅速地进入到欧洲腹地 来结束这个问题 那么面对欧盟各个国家 这种经济实力并不均匀的这种情况 其实欧盟也有考虑 那么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就是按照国家的人口 领土面积以及经济实力 去分配这个难民 那么这个方案听起来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但问题是这个国家 它能否接受难民 或者说接受多少难民的 这么一个规则 细化到具体上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波兰 那么它的经济能力 比瑞士要差很多 但是它的国土面积 要比瑞士大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瑞士和波兰 他们之间怎么分配难民的数量 所以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真正落到实际的 这个实行的层面上来讲 它是很难去实行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操作性其实并没有 我们想的那么强 对 这个可操作性 其实是很差的 它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 虽然听起来很公平 而且我们看呢 欧洲 欧盟 是在今年5月份 提出这个方案 5个月以后 终于呢 得出了这么一个 勉勉强强得出了一个方案 那么呢 说要在几年之内 安置16万难民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种难民 按照这种方法去分配的 也只有几百人而已 原因很简单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第二呢 它也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我们知道 欧盟的估计 到了明年年底 进入欧洲的难民 要达到300万 那么300万比16万这个数字 显然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所以这个问题 是它这个难民 也没有办法 进行真正的分配 最后呢 欧盟除了在这个 分配难民的这个问题上 还想出了一些 辅助性的方法 比如说呢 它有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 把欧洲向非洲 汇款的一个手续费 有8%降到3% 那也就是说 很多非洲人呢 他本身 他是在欧洲打工 然后呢 把挣到的钱 寄回给非洲的 老家里的这个 这个父母妻子 那么这个手续费的降低呢 的确会节省一些钱 也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们知道 这么庞大的一个问题 欧盟居然从银行 汇款的手续费去下手 那足以证明 他所能做的 也的确已经不多了 显得有点束手不策了 对 这种方法显然 针对难民的 这么大的一个窘境 这个银行的手续费 完全是杯水车薪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 现在看 整个欧盟对于 非洲难民的 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说是有解决方案 但是实行的 非常的不顺利 就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 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 即使现在现行的 这个解决方案 或者代议的一些 接下来的解决方案 显得似乎 不管是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 可能操作性 并不是那么强 而且刀墓间卫着 我们看到也是收效甚微 但是一方面 我们看到欧盟 包括欧洲各个国家 在极力的 在化解 这个难民潮 难民危机 但同时还有 另外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做法 就比如说 欧洲就有一些国家 现在提出要花重金 遣返这些难民 这种做法 或者这样的现象 你怎么看 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有的 在这个欧盟 现在呢 它制定了 这么一个草案 针对这个非洲的难民 首先呢 它建立一个基金 那么通过 进行一些投资 帮助这些 非洲的这些国家 解决难民的 这个政界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它同时呢 欧洲呢 要把一些符合标准的 合法的这些难民呢 给予他们一个正常的身份 那么欧盟的这种想法呢 就是说 它要处置 非法移民的根本政界 那么它提出 这个投资 这个基金呢 是200亿美元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 什么是非洲移民 或者说难民的根本政界 那么这种根本政界 也毫无疑问 我们说到本质上 是由于非洲某些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不畅 那么它的社会 政治比较混乱 那么人呢 本能上趋利避害 它自然就要逃离 这些国家 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 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么好 这个政界已经摆在这里了 200亿美元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 非洲的一些国家 它整个的国家实力的 这种提升 它整个的民族的一种 全面的这么一种 上升 这种进步 那么这个问题 是欧盟200亿美元 能解决的吗 或者说 你不说200亿 2000亿 200万亿 是欧盟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政界 不是欧盟能够解决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我们再看 比如说 他说有一些非洲难民 我们可以给他 一个合法的身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引出来一个 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争议 很多非洲人就表示 那么你对非洲难民呢 实际上是持一个双重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 中东的难民来到了欧洲 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个 暂时的身份 暂时在这里生活 暂时的 甚至还可以找工作 那么非洲难民呢 很多就被归为非法移民 或者说经济移民 那么这个时候 非洲人就觉得不公平 何况我们再说到 那么非洲在世界经济 整个的这个体系中 它肯定是处于一个不公平的 处于一个在下面的 这个位置上 非洲有很多丰富的资源 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 得不到一个公正的 这么一个待遇 这也是非洲贫穷的 一个原因 所以说我们看 非洲人觉得 这种草案不公平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的确是这样 好 我刚才许阳呢 针对这个难民问题 给我们解论了很多 那么我们知道 除了这个瓦莱塔峰会 欧盟领导人事务 还召开了一个秋季峰会 对迫在眉睫的难民危机 进行了协商探讨 这也是欧洲领导人 今年第四次聚首 寻求危机解决之策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 短片来了解一下 今年数十万中东非洲难民 经由地中海进入欧洲 欧洲难民危机集中爆发 前一段时期 欧盟危机应对 主要是应急和救火 通过加强海上救援 阻厄地中海偷渡船难 频繁发生 强行达成 饱受中东欧国家 意义的16万难民分摊 帮助以不堪承受难民登陆的 前沿国家意大利希腊 在此次峰会上 欧洲领导把重心 转向阻厄更多难民 涌入欧洲的外部努力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会上欧盟及成员国 在与土耳其合作阻止难民潮 以及加强对外部 共同边界的管控方面取得进展 欧盟以优惠政策促使土耳其 在阻止难民潮上起关键作用 土耳其是难民进入欧洲的 主要过境国 在上千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中 超过220万已逃往土耳其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 土耳其是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 一个关键因素 当晚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一份 行动计划 在此计划下 欧盟将向土耳其 及其境内难民提供更多援助 并对其公民采取签证便利化措施 而土耳其需要在阻止难民非法偷渡 进入欧洲方面发挥作用 欧盟没有透露该计划的细节 会后声明也刻意回避了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 寻求欧盟支持 在叙利亚北部实行禁非区等 土方关切的话题 欧方能否真正满足土方的条件 而土方在难民问题上 到底能出几分力 让人不免存疑 会上欧盟还决定充实边境力量 加强外部边界管控 和对不合格难民的遣返 好 看了刚才的短片之后 大致又有了一些了解 那么在难民涌入后 巴黎发生了恐袭案 俄罗斯克基坠毁 也被确定为恐怖袭击 关于恐怖分子 混入难民潮的说法 也一直是在欧洲各个国家所流传 甚至是很多国家都担忧的 但是最近呢 荷兰官方表示 涌入荷兰的难民中 没有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员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16号与荷兰东部 一处难民营附近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荷兰移民与规划局局长 罗伯范林特指出 移民局尚未在来荷兰 申请难民身份的人中发现 伊斯兰国成员 而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人群中的 可能性也较小 因为一旦进入难民注册体系 他们的身份将被彻底清查 当然我们在巴黎上看到的 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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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必须保持冷静 只能听到一样 尽量在一样的方法 在最好的方法 巴黎恐怖袭击之后 荷兰警方立刻在全国多处难民营内外 增派了权力警备 对我们的机会 是我们的利购人 所在传方法 就是我们精彩 我们的关系 向 Frankrijk 看来 现在能联合 或是有关系 或是 能联合 和 特有关系 的 啊 但我们也有做的 是有更多的注意力 因为我们有的恐慌 可能我们有的恐慌 从Bosat的态度 与Bosat的态度 Bosat的态度 与Bosat的态度 与Bosat的态度 那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也没有发生 据荷兰移民与规划局估计 今年抵达荷兰的庇护申请者 总数将达5到6万 最近三周 每周都有1700至1800名 新难民抵达荷兰 难民大量涌入 让荷兰的难民接收体系 应接不暇 新难民从抵达 到进入正式难民申请程序 以往只需几个星期 如今要等五六个月之久 巴黎恐怖袭击的冲击仍在 荷兰警方希望 一切尽快恢复平静 我们希望 这么快可以 让我们有安排 我们有需要 让我们的头部 保持平静 但尤其是 保持平静 和平常的社群人 我们也认为我们的保护 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保护 我们看了这个短片之后 刚刚是跟最近的巴黎恐怖系统 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因为也是在巴黎恐怖系统之后 有一种声音在说 难民当中混入了很多 这个伊斯兰国的反恐恐怖分子 这次也确实是因为有 这个袭击者的实体旁边有 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证件 也确定为确实可能是伊斯兰国的人 但是荷兰官方就表态 温柔涌入荷兰的难民当中 没有恐怖分子 没有伊斯兰国的成员 但是其他的国家却并不 为这个政策去买单 也不给放开移民政策 放开难民政策 对此你怎么看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我想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你比如是像法国或者其他国家 那么由于难民这个问题 他现在已经成了金公之鸟 那么卑躬蛇影 现在的问题就是 发动恐奇的这个人 叫曼罕默德 那么他的身边有一个 这个叙利亚的护照 但是这个护照是不是真的 而且我们要考虑 一个恐怖分子 他去实行恐怖袭击 他随身带着护照 这个护照又这么巧的被你发现了 还有就是他可能死了之后 这个护照 能够确定就是他身上所携带的 还是说其他人可能掉落在这个地方 都不能确定 所以说 那么这个事情 现在来看还没有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一定就是通过希腊 或者什么地方 进入到欧洲的这么一个难民 但是当然了 第二种方式 或者说想法也不可取 比如说荷兰人认为 他没有发现 伊斯兰国的 这个恐怖分子 混入到难民中 可是问题是 伊斯兰国的 这种难民 他脸上写的自己是恐怖分子吗 他没有 对吧 所以说你怎么去确定这些难民中 到底谁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谁是普通的难民 这个没法确定 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能确定 如果说你通过政府查就可以查到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把这些恐怖分子抓起来就完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两方面的这种这个极端的想法都不可取 至于像在刚才像你说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这个欧洲国家 由于这次巴黎的枪击案 那么他们认为 我们是不是应该收集 对难民的这种准入机制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 把这个问题 那么怪走到难民的头上 怪走到这个难民的 这么一个整个这个收容体系上去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这个恐怖袭击啊 早已有之 那么从911之前 其实有911以后 越来越多 那么法国有有 《沙利尔周刊》 对吧 那么法国也有这个这个 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枪击案 包括最近的巴黎的这个枪击案 那意大利之前也有 对 那么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难民潮是 今年才开始突然加速的 那么你能说这个问题 一定就和难民有关吗 我们知道 法国这个国家 它有众多的来自北非的 二代三代移民 这个数字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由于这个法国当年 那么是这些北非的伊斯兰 这些国家的宗主国 它在二战以后呢 由于缺少一些年轻的劳动力 它就把这个移民政策放的 比较的宽松 这样很多人就来到了法国 你比如说像 那么奇达内 他的父亲就是阿尔及利亚人 对 比如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法国著名的作家叫加谬 他的母亲也是阿尔及利亚人 那么他的双亲可能都是阿尔及利亚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北非移民来到了法国 法国在最近50年间呢 他的穆斯林的数量翻了50倍 是 现在呢 法国的穆斯林达到了600万以上 占他全国总人口 已经超过了1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是说 当第一代移民 那么奇达内或者说加谬的父辈来到法国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是整个欧洲社会在二战以后 所经历的一个经济的黄金期 那么由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等等 他的经济非常蓬勃的发展 这个时候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那么再加上他非常良好的福利政策 这些来自北非的难民 自然就享受到了在自己国家 本来绝对享受不到的这种高品质的生活 他很满意 但是当他们的二代三代进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08年进入海啸 那么法国最近一段时间 所有的欧洲物家除了德国以外 他的经济呢 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 不是发展的那么好的一个时期 甚至出现了衰退期 甚至是衰退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再加上像法国 包括英国等等国家 他这种社会这种非常良好的高昂的福利 那么高昂的福利 他背后是高昂的税收 高昂的税收就引起一个问题 一般的雇主 在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 他就不愿意轻易的去雇佣这个员工 因为他需要付出太多的用人的成本 所以说这个问题 他就是一个双刃剑 还有也导致了现在法国 整体法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失业率高举不下 对 整体欧盟的失业率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都在降低 但法国不降反升 对 另外一个其实许阳刚才提到 这我突然间想到了 欧盟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经济体 现在捆成一团 大家觉得的确是给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促成了很多便利 但同时呢 他整体的安保联防体系 其实导致了成员之间往来特别顺畅 但同时也在这方面暴露很多缺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很多人猜测 说这个穆罕默德 在比如说叙利亚的难民 然后在荷兰出现过 在哪里出现过 又在哪里出现过 就导致说一个难民 或者说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可以在各个国家来回的流窜 来回的去 所谓是个移民潮 来回的去逃走 去谋生 可能也导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出现 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北非的二代 三代移民 他在社会上呢 由于经济的这种发展的不差 本来他们就和法国的传统的社会 有一定的隔阂 那么就很容易的被逐渐的边缘化 再加上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非常的关键 就是欧盟一体化以后 那么欧洲的普通老百姓去其他国家已经方便了 但是恐怖分子也方便了 对 这就使得恐怖主义在欧洲跨国作案的成本非常低 那么这就引起了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人呢 他们之间 那么可能一万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受到了极端思想的蛊惑 他就变得极端了 他就去进行恐怖袭击 那么这些事情和难民有关吗 那么近50年来法国的穆斯林的人口 都是在迅速的增加的 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和难民有关 而且即使他真的是恐怖分子 伊斯兰国的成员 那他显然就不是真正的难民 他只是混入难民潮当中 那你是难民潮的你整体的管控啊 或者安保联防体系出现了问题 你不能够 你因为这个有了漏洞 你反而怪罪说这个群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伊斯兰国的这种迅速的发展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对他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伊斯兰国呢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 自上而下 那么如必实指的进行恐怖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 实际上未必是这样 我们知道伊斯兰国 06年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人们的事业 叫做伊拉克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 对 然后他迅速的发展 那么在短短的这几年间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间 他突然的成为了一个恐怖主义的盟主 成为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大帝国 可以控制一切的恐怖分子 这个不现实 后来又叫叙利亚伊斯兰国 对 何况如果说他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想他进行通讯也好 进行组织也好 他一定会留下许多的蛛丝马迹 我们也就不会去面对他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 这么的去难以捉摸 难以去控制他 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恐怖分子实际上 他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潜伏着 那么存在着 他们本身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他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你比如说现在这次恐怖袭击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欧洲 本身的一些极端的 那么二代移民穆斯林 他进行了一个袭击以后呢 他把这个成果呢 那么献给伊斯兰国 那么伊斯兰国呢 也非常乐意去把这个责任揽下来 这样他提高影响力嘛 同时也说明他自己的实力很强大 所以说这些小国的恐怖分子 通过这件事情 向伊斯兰国纳了一个投名状 相当于我也变成伊斯兰国的那么一部分了 那么以后伊斯兰国可能对我进行一些经济上的 以及这个装备上的这么一种支持 但在那之前他们之间未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就是伊斯兰国派人混入到难民中 再由难民进入到欧洲腹地去进行的这个 这么一个恐怖袭击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伊斯兰国很多情况下 他在整个这个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攻击中 他处在一个虚拟的位置上 他本身吸引了很多眼球 大家都去看伊斯兰国 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恐怖分子作案的时候 他未必受到伊斯兰国的这种支持 他可能是自发的 只不过而后伊斯兰国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是这么一句话 伊斯兰国也是以此种方法 确实是在06年之后的这十年间 迅速是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好 关于今天难民朝的问题 感谢许阳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解读 不管是从难民朝的原因 还是接下来的一些有可能面对的问题 都有了详尽的解答 再次感谢许阳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非洲精选希望能够为你打开了解 非洲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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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